而在新北市的部分 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正式完成 下一届市长的选举登记 备战连任之路正式起跑 而对手民进党的参选人林佳龙 不断喊话要求要辩论 侯友宜也决定要接战 他在议员调查表上头 就勾选了同意双方举行辩论会 还说自己四年前早就跟当时的对手 现在的行政院长苏仁昌辩论过了 但是民进党的对手林佳龙今天再呛 侯友宜上一次没有勾辩论 根本是说谎 另外侯友宜在填登记时间表的时候 不小心出现小插曲了 因为他把登记时间写成的 凌晨的零点九分登记 被提醒之后才赶快改 9点9分 9月1日吧 零点 应该是九十 有九点 附送自己完成连任登记时间 但市长怎么看起来填的确实 凌晨零点九分来登记 九点 九分 对好那就完成了 对手民进党参选人 林佳龙前一天脸书在呛瞎 要侯友宜拿出敢变的勇气 在意愿调查表上勾选辩论会 别选证件发表 更秀出自己这份来给侯友宜参考 但侯友宜这回决定接站 调查表上明确看到 同意第三个选项双方来变 在四年前的时候 我也是透过公开辩论的方式 跟市院长举行过辩论会 上次你就是勾选证件发表会 那这样竟然能够公然说话 所以其实我四年前就已经辩论过 但林佳龙在逼侯友宜上回没勾辩论会 就连这次也似乎就是不相信 画面定格来看 侯市长这回真的没说谎 但上届大选对上行政院长苏贞昌 侯苏四年前名义上的辩论会 最终却没有交叉结问 最快十月底侯友宜才进入选战节奏 但光是辩论议题 相和林佳龙这头两边阵营吵翻天 记者陈武强高子尧黄伟财 新北市报道